最后两名受困孩童获救当下 村民谢天谢地 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 持续将近16小时 巴基斯坦西北部偏远的巴塔格兰峡谷区 村民外出的主要交通工具空中缆车 发生重大意外 当地时间20号早上8点多 6名10到15岁的学童和两名成人 在上班上课途中 其中一条缆线突然断裂 8人全困在距离地面365公尺的高空上 当局获报立刻派出军用直升机持员 但直升机螺旋桨制造的风势 可能让最后一条支撑的缆线也断裂 必须停在远处 让救援人员先锤挂到机身下方 慢慢靠近一个个营救 入夜将近12小时后 当局被迫暂停营救任务 但仍有两名学童受困车厢内 当局聘雇当地的调索专家 成功协助最后两人脱困 不过这起意外也引来批评 由地方自行建造的缆车 根本没有经过安全监督 当地是岩石地形又是观光圣地 当地政府如今下令所有缆车停驶 确定安全性后才会重新开放 三里新闻谢灵君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